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也是世界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三连败的相关报道 而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内政部昨天公布了我国老化指数 在今年二月首度破百 也就是老年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幼年人口 小学生放学时间一到校门口挤满了家长 有的甚至是爷爷奶奶来接孙子回家 高龄化加上少子化国内人口老化现象急剧恶化 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 我国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数达到三百一十三万九千人 首度超过十四岁以下幼年人口的三百一十三万四千人 老化指数在今年二月首度破百 达到一百点一八 反映出老化情形严重 根据国发会的推计 那是在一百零七年的时候 老年人口可能会超过十四趴 推过一百一十五年 可能会超过二十趴 二十趴的话就会变成超高龄的社会 在各县市的人口老化指数中 原本一百年只有三个县市 但到了今年二月增加为十五个县市 而老化指数最高的县市是嘉义县 其次是云林县南投县屏东县和澎湖县 如果以六度来看 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的老化指数都破百 学者认为这也凸显出年轻人口外移 以及近年来台湾经济产业发展 有往北部或都市核心集中的问题 比较以农业发展为主 比较偏向地区为主的县市 它就出现一个我们所谓的人口空洞化的 那个概念 那工作人口移出去就不会有幼年人口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人口结构上 我觉得政府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学者表示当老年人口一直往高龄发展 新生而幼年人口持续减少 人口老化的数字还是有继续往上增加的空间 假如政府没有一个比较友善的育儿环境 鼓励年轻人在合适的时间生育 组成家庭 人口老化的问题还是无法得到好的解决 记者委员张国良特区报道